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4月6号星期三 做一个俄乌情况的汇报 俄罗斯军队现在基本上从基辅的周边全部撤出了 向乌克兰东部去集中兵力 乌克兰的副总理伊里纳威廉威廉舒克周三 呼吁乌克兰东部的居民立刻疏散 他说未来几日如果不疏散的话将有生命危险 卢干斯克州的州长谢尔盖盖达伊呼吁居民尽速离开 说趁着现在还有巴士火车的时候 我恳请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撤离 你说这仗打得特别有意义 打到现在了还有大巴还有火车 听你们这撤离 周二俄罗斯用导弹摧毁了位于新莫斯科夫 昨天新莫斯科夫 新莫斯科夫斯克拉杰霍夫 卡扎亭普罗西亚和米克拉耶夫的五座燃料库 这些都是为海尔科夫和米克拉耶夫地区 以顿巴斯的乌克兰军队提供物资的 先切断物资 马上就要对乌东下手 周二昨天俄罗斯还激动了两架亚素营首领的直升飞机 为什么在俄罗斯军队其实基本上掌握制空优势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是坐着直升飞机逃跑了 就是说看来乌东这儿的战争越来越激烈了 亚素营的首领看来就是说撤了 在撤的过程当中被俄罗斯军队发现了 最后还是没撤了被打掉了 说明这边看来亚素营也快挺不住了 然后看看北约这方面 捷克向乌克兰运输的坦克 说第一批十余辆T72坦克已进入了乌克兰的境内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说美国很快向乌克兰提供的空中防御系统 海岸防御系统和远程火炮等重型武器 至于何时运到 沙利文表示运抵乌克兰武器的速度之快超出想象 会很快就到了 美国国家大楼周三表示 一批乌克兰军人正在美国训练 如何使用弹簧刀无人攻击机 这种无人攻击机外号叫神风特空 被视为是坦克的死敌 弹簧刀是一种介于行航导弹和无人作战飞行器之间的 一种智能的导弹武器 这种导弹可以在目标区游荡一段时间以搜索目标 并在定位目标之后收起双翼 变成一枚小型巡航导弹 与习军命标的同归于军 被行为叫神风特攻 取日本的神风特攻干的队来命名 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 乌克兰军人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去年的秋天就已经进入美国进行培训 熟练掌握如何发射弹簧刀无人机 所以其实去年秋天的时候 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了 就等俄罗斯动手了 从北约东扩开始就一直在等待 俄罗斯动手 所以去年秋天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而且美国国防部说 将以标枪反坦克系统的形式 向乌克兰提供的多达一亿美元的 额外的军事援助 所以就是一句话 滚他妈的和谈 谁要和谈 我们要打下去 坚决不要和谈 从战争初期我就跟你说 战争打了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说其实情况很明显 普京要的什么 普京要的是和谈 美国和北约要的才是打下去 到现在如果你还看不明白的话 英国国防部计划向乌克兰派抢的装甲车 其中包括马士提夫装甲车车 和柴郎转下车 反正就一句话 现在就是说 所有的武器弹药 要什么给什么 就是说一定要打下去 不要停 不要和谈 就是这么个意思 和谈让他滚蛋 然后还有波兰总理 莫拉维茨基周一 他不是谴责马克龙吗 当着我说了 说马克龙总统先生 你与普京谈判了多少次 你取得什么成果 你是否阻止任何已经发生的行动 他说我们不应该以罪犯谈判 我们应该与他们战斗 没有人与希特勒谈判 你会和希特勒斯大林和波尔布特谈判吗 就是说谴责的马克龙 这个拒绝给飞机的也是他 他把飞机给美国让美国给 他躲开了也是他 马克龙中三今天回应了 波兰总理对他的指责 他说这种指责毫无根据 马克龙说 说我是为了 我维持了与普京的对话 是代表法国与俄罗斯对话 以避免的战争构建了欧洲的和平 马克龙表示 说波兰总体的言论既没有根据 也是非常的可耻 所以这行为很可耻 但是他说我并不感到惊讶 因为来自极右翼政党的莫拉维茨吉 就是说波兰总理 曾多次会见了法国的极右翼政党 国民联盟的候选人 马利纳勒庞 他说他这么做 就是为了要干涉我们法国总统的大选 帮着乐庞来打击我 就是说为了这场选举 他要让乐庞当选 马克龙说 说几年来 我一直以法国的名义 代表法国和俄罗斯进行沟通 是为了避免战争 并且在欧洲建立新的和平架构 从我的政治期一开始就这样做 他说我不像其他人 我从未天真 说你们天真的以为靠这种行为就好 这样下去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对欧洲到底怎么这样 不好说 马克龙不说他说我们是欧洲人 你不要忘了 我们的地理导致 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和平 美国寻求的 他没有说这话 他这意思 他说我始终努力在与俄罗斯的通话 讨论以达成停火 开辟人道主义的走廊 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 反正这就是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说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的反反弹量武器 以及防空系统 他说他在昨天他说 他说乌克兰战争不会停下来的 可能会打几个月 甚至几年 持久战的可能性非常高 我们不会停 所以我们必须要为长期的支持乌克兰做好准备 所以你能看出来了 美国和北约西洋战争能打几年 一直把拖到了 把俄罗斯整个拖垮 其实这也就是北约存在的目的 北约存在的目的在这 有一天 如果通过这样战争或通过什么 最终把俄罗斯完完全拖垮了之后 北约还需要存在吗 我觉得还需要 因为他会再找到下一个敌人 我觉得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不对 只要把我不认为北约 有的人认为就是说北约的使命 就是让最后俄罗斯 最后拖垮整个俄罗斯 肢解俄罗斯 然后他们就会停止了 我觉得不是的 实际上在苏联解体之前 他们认为北约的使命 就是让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就没事了 但是北约还是存在 其实俄罗斯现在对全世界的这种威胁 真的已经不是很大了 但是北约他不愿意去受众正寝 那么你认为就是说 俄罗斯被肢解了之后 北约就愿意受众正寝 不是的 为了他们的存在 他们会再找下一个敌人的 你知道吗 就好像记忆碎片一样 他为了报仇 他其实他老是说他忘掉了 他已经为报仇 已经杀了很多人 但到最后 他每次杀完人之后 他就忘了他报了仇了 他就想他再找一个他怀疑的凶手 然后去报仇 你知道吗 所以北约的存在也是这样的 他为了他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他永远都会再找下一个敌人的 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能看到这点 你就看到这样 看不到这点 就没关系 等等再说 好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已经很明确了 普京还是比较希望在5月9号 让战争结束 但是现在美国和北约 我昨天还前天把我录的视频 我就说 现在很明显 和谈的已经被美国和北约的毁的差不多了 现在接下去就是怎么 能让战争过了5月9号 还能打下去 持续不断打下去 最好能打几个月 最好能打几年 这就是他们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不要和谈 就要打 到底现在谁要和谈 谁要打 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和明确了 好吧 那这些人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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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